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的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是你的心靈 雖然說不平判對錯 也不討論好壞 但我還是因應想得到一些支持 或者說如果我處理得不太恰當 我也想得到一些新的方法和思考方式 我有一個朋友 一開始我們相處得很不錯 但我發現他似乎特別愛占便宜 不僅對我如此 對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朋友的東西他看到了 能借就借 能要就要 越是朋友覺得珍貴的東西 他還越是要借過來 借了東西也基本不會主動歸還 出去吃飯從來都等著別人出錢 每次去朋友家一定要留到吃飯 而且不把朋友家的東西吃完 他就不把羞 因為缺乏拒絕和坦誠相告的勇氣 所以總是讓他得逞 甚至逐漸地變本加厲來佔用我的資源 有一次他帶小孩來我家 讓我發現居然孩子偷拿了我很多東西 我提醒了一次 結果第二次又被我發現 我也告訴了我朋友 可似乎無際於事 不僅僅是物質 在各方面他都要佔用 比如朋友的時間 朋友的知識 朋友的朋友 當然朋友之間相互分享 沒有什麼不可 但他總是給我一種得不償失的感覺 真感覺自己好吃虧 勸了自己很多次 吃虧是福 都無法阻止對他滿滿的反感 於是我就慢慢開始疏遠他 他當然不明所以 依然不停約我 終於我鼓起勇氣來把話給他挑明了 並且告訴他 我不打算再跟他保持密切的來往 他似乎很後悔 不停地承認錯誤 也感謝我提醒了他心裡陰暗的一面 說錯誤的金錢觀讓他做了很多蠢事 希望我原諒他 可以繼續交往 但即使他如此真誠 我還是非常抗拒與他來往 我相信他不會再對我做這些事 但我感覺經歷了這些讓我無法再坦然接受他 我覺得太累太辛苦 可又覺得自己是不是有點殘忍 為此事我失眠了好多次 大概有幾點 第一 我拒絕跟他來往是不是違背了人要包容不愛的態度 正面積極的態度告訴我要包容別人 把這些問題當作一種成長的代價 我也很相信因果關係 覺得自己在他那裡吃的虧都是我對待別人做法產生的結果 比如我也會理所當然地享用父母提供的資源 即使在我成年以後 理所當然要求老公為我付出 我如今單方面地與他斷絕關係 會不會以後遭報應 第二 我很糾結 為什麼最後我依然沒有吸取教訓 坦白自己對他的真實想法和決定 我雖然指出了他的問題 但沒有完全地對他坦白 對於他再次提出見面的要求時 我又開始委婉地拒絕 我沒直接告訴他我的感受和決定 我說 我現在對於羈絆太深的人際關係真的很累很辛苦 深入的交流會讓我情緒大起大落 導致失眠 當然不是只對你 我現在真的希望和人交往少一點平淡一點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和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和選擇 順其自然好吧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但我就是這麼決定與之 從此斷絕來往了 那一刻說真的我好輕鬆 但馬上又開始認為自己不對 怎麼可以拋棄朋友 真是我的大煩惱 現在理不清思路 請安安老師幫我分析一下 道理我都懂 但我真的不想跟他接觸 我覺得朋友和生活都是 沒必要做加法 做減法也不是不可以 但我怎麼還是糾結呢 期待你的回复 聽完了這個朋友的來信 安安老師要說 你已經是一個非常寬宏大量的人了 可以忍受這位朋友這麼久 然後才做出一個切割的決定 其實在東方 特別是中國人的社會裡面 我們可能很常碰到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中國社會跟西方社會不一樣 西方社會是個人主義 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想法 然後都很勇於表達 然後覺得兩個人合就在一起 不合就分開 這沒有什麼 但是呢 對於中國人來說 我們是集體主義社會 我們遵從的價值觀是和諧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會扭曲這個和諧的爭議 和諧的爭議是 我舒服 你也舒服 而不是為了維持表面的和諧 可能讓別人舒服 我不舒服 所以要怎麼樣 讓大家都很舒服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探討的 其實呢 這位聽眾朋友 安安老師要說 你現在做一個切割 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要懂得保護自己 也要懂得愛惜別人 聽你剛剛的來信 內容提到一些 你非常相信這個因果關係 那麼我想也許你是一個佛教徒 那麼我就用佛經裡面 佛對於菩薩的一段教導 來告訴你 什麼是真正的愛心 什麼是真正的慈悲 佛教導菩薩說 你要在你的深口意 也就是你的行為 你的話語 以及你的想法上面 都要保持慈悲 那麼做法是 你要用無比的勇氣 自度度比 自安安比 也就是 你要能夠愛自己 然後愛別人 你要能夠安定自己 然後安定別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不是 都不要管自己的 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你為了目前 你自己的一個狀態 先做一個切割 絕對是非常OK的 在這種 靈性心理學的研究範疇裡面 我們是把 饒恕 還有和好兩件事情 分開的 饒恕叫做 forgiveness 和好叫做 reconciliation 饒恕指的是 當我遇到這個人 事物 然後心裡出現 非常負面的情緒 然後我逐漸地 可以把這個負面情緒 這個 稱恨心 憤怒感 放下的時候 那麼我就算是饒恕了 那和好呢 指的是 我跟對方 恢復關係 那是不是 饒恕包含和好呢 其實這是分開的概念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這些遭受到 家庭暴力的人 如果太太 遭受到先生的暴力 那他們離婚了 這個太太 可能後來原諒了先生 他想起先生 他不會再滿懷 憤怒跟委屈 他的心裡 過了這件事情 不難過了 然後整個人 也變得健康 變得快樂 那他是不是 還要回去 跟這個會打他的老公 一起生活呢 當然是不要 因此 饒恕跟和好 是兩個概念 所以安安老师 要提醒你的是 在我們還沒有 沒有辦法真正 饒恕對方的時候 我們先不需要 跟對方和好 因為呢 在我過去的研究裡面 就發現 如果你在沒有 饒恕對方的情況下 就去跟他和好的話 你自己的身心 健康 會遭受很大的影響 你會很不舒服 因此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就是 先暫時 把這個關係 切割開來 讓自己有能量 讓自己有力氣 慢慢地修復之前 因為這些事件 受傷的心靈 把那一些憤怒的情緒 慢慢地淡化放下 先調養自己 把自己整理好 那至於未來 要不要跟他和好 我想你可以 采取一個 不執著而開放的態度 你可以去觀察 你的狀態和他的狀態 是什麼 因為我相信 他除了你以外 應該也有很多 其他的朋友 是你所認識的 那你可以觀察你自己 你覺得你已經 沒有什麼負面情緒了 然後同時 你也可以向朋友打聽 他是不是真的 改過向善 然後不再去占別人便宜了 如果是的話 那麼你們就可以回復 以往的關係 所以很重要 先愛自己 把自己處理好 然後再去愛惜他人 而這個愛惜他人 也需要帶著智慧 圣经上也有一句話說 你要靈巧地像蛇 尋良地像鴿子 鴿子是和諧的象征 但是呢 同時你也要帶著一種 你理解對方在想什麼 然後你會伺機而動的 這樣子的蛇的聰明 所以我們在成長的 這個途徑當中 我們是慈悲跟智慧 與時並進的 那麼在當中呢 安安老師也要釐清你一個觀念 你說你有這種因果的觀念 那你可以想想 因跟果到底是什麼 因是你種下的 果是你收穫的 那我們為什麼現在 會得到一個自己不開心 別人也不開心的結果呢 那就是因為我們種下的因 這個因就是 我們並沒有用智慧的方法 去和我們的朋友相處 導致自己受傷 別人也不明白 怎麼一回事 導致於最後你們兩個 目前就可能是一個 分裂的狀態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 未來可以得到好的果呢 那就是我們現在 要種下善的因 當你可以真的學懂愛自己 也學懂怎麼樣子 去表達你自己 而且這個表達 是為了讓對方受益 而且也是讓對方 可以聽進去的 那麼未來你們會有什麼果呢 也許就是你們可以 好好地相處 你也會帶著更多的智慧和慈悲 去結交新的朋友 然後他呢 也不會再得罪那麼多的朋友 所以當你願意種下一個好的因 未來你就會得到一個好的果 因果關係是什麼 因就像是種子 種在土裡 它會生根發芽 結出果子 那如果沒有土呢 如果沒有雨水呢 它就不會長大了 所以這個土壤 這個土壤 這個雨水 叫做圓 因要能得到果 中間要有圓的配合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去改變因果關係 有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就是你種下善的因 你就會得善的果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不再提供這個圓 那麼種子沒有土壤 沒有雨水 它自然不能接過 所以當我們把養大這個因 養大這個種子的一些錯誤行為 修正過來以後 我們不見得會結果的 所以你說 你對你的先生 或者是對你的父母 你覺得有時候對他們 好像予取予求的太理所当然 那我們要怎麼樣不養大這件事呢 那就是你也要同樣用愛回报他們 或者是做得太過分的地方 要跟他們道歉 那這樣子 這個果就不一定會生了 所以呢 無論是要種善因 還是我們要提供一個善緣 我們都是要好好修煉自己 提高自己的智慧 用一顆明白的心 去愛自己 愛別人 相信你會越來越快樂 越來越自在 祝福你 如果你們也有想要問安安老師的問題 歡迎加入安安老師的微信公眾號 請搜独心女神安安老師 裡面有粉絲問答的環節 就可以在裡面提問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